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四中全会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香港的血腥味道明显加重了许多 港警混合大陆公安前天抓捕了200多个人 11月3号又爆出血案 有讲普通话的一名亲共的歹徒持刀 砍伤了6个人 还发疯一样的咬下了太古区议员赵家贤的耳朵 场面相当惊悚 然而同一时间习近平却是在上海高谈阔论 说中共带领人们走的是 中共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等等 香港人仅仅是为了争取基本法中赋予的民主权利 就遭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镇压 而北京却仍然罔顾事实 侃侃而谈吹嘘所谓的民主 两相应称 显得北京是如此的滑稽 滑稽到了有些令人恶心 四中全会议结束 大家知道习近平去了上海 2号的下午 他在长宁区虹桥街道考察时 说了一段怪话 他说中共特色的民主是全过程的民主 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 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 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 说中共民主 真的是让人有点始料未及 中共官媒没忘了他拍马屁的角色 马上就解释说 全过程民主的真谛就在于 有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听了这句话 你不觉得恶心吗 就像在吃饭的时候 猛然发现饭里面有一颗老鼠屎 大家知道民主最大的特点就是选举 人民直接投票选出国家主席 以及各级地方官员 但是中共从来没有这样的选举 除了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做山贼的时候 呼吁过要实行民主 而且要建立美国式的民主之外 中共再就没有一次说要实行民主 我们知道中共的人大选举 从上至下它是指定候选人 人大代表是由各级党委推荐 比如一年来一次的申纪兰大妈 他就对着摄像镜头直接说 自己是人大代表 但从不与选民接触 中共这种间接选举 听得住申大妈的大嘴巴吗 所以中共的人大投票 其实就是申大妈这种举手的机器 众所周知 中共四中全会推出了所谓的 中国之治 什么是中国之治啊 四中全会公报里面说得很清楚 它的最大特征就是中共领导一切 说白了这不就是独裁吗 中共推出中国之治 并不是说它不知道什么是民主 中共很可能非常清楚民主的含义 但它不想被人骂独裁 所以才冠名中国之治 不论是信仰自由还是人权等等 都被中共给冠上了中共特色这四个字 独立学者王洪亮对自由亚洲表示 中国是民主是一个独裁制度的国脚部 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 他认为在人权和民主前面 加上中国是 这就是骗人的 众所周知 港府强推逃法条例引发的反送中 已经届满五个月了 香港人仍然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抗议民众只为了得到基本法赋予的权利 其中之一就是北京曾许诺的双补选 却遭到了各种恐怖镇压 前天 警方抓了两百多个人 其中至少包括三名区议员候选人 其中包括沙田泰安选区候选人郑仲恒 大浦林村谷选区候选人陈振哲 还有大浦宋厅选区候选人文念志 此外警方还打伤了很多的人 仅仅送到医院治疗的就有54个人 其中一人伤势非常严重 另外在铜锣湾 有一名义务急救员被催泪弹击中了后背 造成大面积烧伤脱皮 被送医救治 而昨天 那警方的行动更疯狂 冲入了多个商场 持枪在多个楼层追捕那些市民 对戴口罩的示威民众是围追堵截 到目前为止 警方还没有公布昨天究竟抓了多少人 但已知的是 有两名记者也被警方拘捕了 在太古城 警方抓了一名立场新闻的记者 给他戴上手铐之后 押到警车上带走了 立场新闻立刻要求警方交代原因 为什么抓捕有采访证的记者 并且还要求警方让记者 会见律师以提供协助 在同一个地点 佩戴着记者证的 进会大学学生记者 邓泽民也被警察拘捕了 现场画面显示 邓泽民在被抓的时候 有意拉起了上衣 向众人展示 说自己身上并没有伤痕 他还向记者大声的呼喊 我不会自杀 同时他还说 有警员在他耳边威胁 新乌岭基尖好好玩 此外昨天还发生了 更多血腥的一幕 有歹徒持刀 砍伤了六个人 这一幕发生在 昨天傍晚的七点半左右 目击者梁女士 告诉香港电台 那名曹普通话的灰衣男子 大喊收复台湾和香港之后 故意找茬 和他的妹妹妹夫吵架 然后那个歹徒拿出了一把刀 砍伤了他的妹妹妹夫 还有旁边的人 当时赵嘉谦和另外一个人 是想圈阻歹徒行凶 却被歹徒紧紧抱住 用力咬下了他的左耳 大快绿耳扩 赵嘉谦痛苦的嚎叫 这个画面是非常惊悚 民主派议员林卓廷 在脸书公布了两张 赵嘉谦受伤后 痛苦不堪的这个照片 警方和医院证实 共有六个人受伤 包括两名女子和四名男子 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警方说逮捕了三个人 但是没有说明 是不是包括那名歹徒 港警击尖强奸 传门不断 白衣人黑社会 砍人事件屡屡发生 现在又出现了咬人耳朵 这触目惊心的一幕 香港人越来越看到了 中共的残暴无度 但中共并不是仅仅 采用这几样手段 镇压香港民众 不要小看中共的邪恶 最近有一名大陆的特警 在网络上披露 中共很可能派出了 陆军特战队 武警特战队 还有公安特警精英 使用不外传的中医点血术 杀人于无形 这名爆料人 曾经代表中共警察 和香港的警察中 最高作战部队就是飞虎队 进行过交流学习 他表示 飞虎队只有两种作战方式 活捉或者是一击致命 他把香港多起浮尸案 大量的照片和其他的照片 做对比发现 香港水中的那些尸体 包括被全裸浮尸的 陈彦霖在内 舌头都没有伸出嘴外 又排除了被勒死的嫌疑 尸体的手脚都没有勾回状 这就排除了溺水身旁的可能 尸体内脏没有严重的受损 骨骼没有明显的变形 这又排除了飞虎队 一击臂病的可能 另外尸体没有针孔弹孔 也没有电击伤 也排除了武器致病 爆料表示 连飞虎队都做不到的技术 其他港警更做不到 爆料人肯定地指出 死者基本上都是在假死状态下 被投入水中 也就是说 他们被投入水中之前 还有生命迹象 是在死亡的边缘 这种技术 他说全世界只有 中共陆军特战队 武警特战队 还有公安特警精英 才具备 而除了药物能使人 达到假死这个状态之外 只有中击的点穴可以做到 但这种点穴术不外传 他说只有中共的 特训人员才掌握 这是特战队最机密的 一种杀人手法 风训 真正做到杀人于无形 他说就是专业的法医验尸 也找不到死者的真正死因 他还指出 那些从香港水中 打捞上来的尸体 身上都有明显的淤青 他说这是按压穴位的时候 留下的 他说这个料 没有人会说得出来 也没有人懂这个 因为懂这个的人 都在被共党效命 只有他给踹了 爆料人惊呼 真没想到 在香港居然能用到 这种杀人手法 更没有想到 中共会派出 这么精锐的人去香港 他说这太恐怖了 不单是深知内情的爆料人 惊呼恐怖 我们听起来都是汗毛孔发炸 这样的杀人手法 我们曾经只在武侠小说当中看到过 谁会知道江湖传门的 点穴杀人死守 竟被中共运在了香港同胞身上 而使用这种无形的杀人术 仅仅就是因为香港同胞 在争取原本属于他们的自由和民主 所以有谁会相信中国是民主不是怪论呢 大陆百姓不会信 香港人也不会信 就连中共自己也觉得太打脸了 就那段全过程民主 这是中共新华网单独发的一个消息 其他官媒也有转载 不过法广指出 在另一篇稍后发表的新华网的通稿当中 三千多字的长文 竟然没有一处提到过全国成民主 外界认为通稿就代表着中共官方的意志 显然不会是新华社擅自擅权 去改动习的讲话 习本人也不可能去要求删除这段话 那么为什么新华社的通稿会漏掉这部分呢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 其实大家倒也不必把这些话当回事 因为中共很可能是三分钟热度过去就拉倒 就像去年提出的垃圾分类是新时尚 还有前几天提出的区块链是一样 烧了几天就冷却了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